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 你一半 我一半 你一半 我一半 这本书是小鲁宝宝书哦 作者曹俊燕 你一半 我一半 好 开始哦 两个苹果 两人分 这边有两颗苹果 要两个人分哦 怎么分呢 哇 小朋友好厉害哦 一个人一颗 一个人哪一颗 刚刚好 对不对 再来 那么一条香肠 两人分 要怎么分呢 小朋友知道答案吗 哇 怎么分 那我们就拿一个什么 刀子切开来 这样就一人一半 对不对 来 你一半 我一半 两块一样大 刚刚好哦 那么如果好多的糖果 两人分怎么办呢 你一个 我一个 你再拿一个 我再拿一个 那换你再拿一个 我再一个 分完了 刚刚好 你一半 我一半 你一半 我一半 我们一样多 好开心哦 好开心哦 小朋友学会了哦 再来 一块圆形的蛋糕 跟一块方蛋糕 怎么分呢 哇 这好难哦 两个是不一样的耶 小朋友可以想想看哦 两人分 你一块 我一块 嗯 不对 不对哦 这样子你是圆的 我是方的 我也没有吃到你的 你也没有吃到我的圆形蛋糕 我想吃不同口味的耶 哦 原来啊 圆蛋糕切开来 切一半 方蛋糕也切开来 切切切切切切一半 圆蛋糕就你一半 我一半 方蛋糕也是你一半 我一半 你我一样多 而且我们可都可以吃到 不同口味的哟 再来胡萝卜 哇 这个更难了 这个题目 胡萝卜 两人分 怎么办呢 小朋友知道答案吗 嗯 好 想一想哦 你一半 我一半 不对呀 这样切好像不对 你有叶子 我没有呢 而且你的看起来比较大块 比较好吃哦 那怎么分呢 小朋友想一想哦 嗯 很棒 小朋友都答对了哦 哇 根非常好吃 你一半 我也一半 叶子也非常好看 你一半 我也一半 两人都非常满意哦 两人都非常满意哦 从中间切开来就不对 一半我们都有 好开心哦 再来 一条绳子 两个人分 哇 这更难了耶 这该怎么办呢 你一半我一半 绳子两头 把两头对齐 拉紧对边 把它剪开来 两条短绳子 一人一条 刚刚好 而且一样长哦 一人一条 刚刚好 你用绳子来拉车 拉车子 好像已经太短了 我用绳子来串珠子玩 哇 好像也太粗了 要不然还是在阶层长 长的一条 那我们一起 玩跳绳吧 哇 现在一只狗狗咯 这个太难了吧 这是动物耶 该怎么分啊 动物又不能切开 或是翘翘呢 一只狗 两人分 怎么办呢 你一半我一半 切切切切狗狗 是这样子吗 哇 好可怕 应该不是吧 小朋友 你们应该有更厉害的方法 对不对 想一想哦 嗯 很怕 小朋友都答对了 出门的时候 是你的狗狗 回来的时候 变成我的狗狗 所以是你先遛狗狗 回来换我先遛狗狗 对不对 再来呀 一把雨伞 两人分 在下雨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分呢 切断 我们就没有伞 可以用了耶 你一半我一半吗 出门时你先用 回来时该我用 是这样子吗 那你用的时候 我就 哦哦 失掉了 回来换我失掉吗 嗯 这样子好像也不对 我们来看看哦 原来呀 这样子两人都淋雨了 两人都变成落汤鸡 都被雨淋湿了 是的吗 那我们要雨伞做什么呢 太好笑了吧 所以呢 干脆我们下雨的时候 一起撑 一起用 就是一个人 你一半我一半 我占一半 你占一半 一起用吧 这样我们都不会变成落汤鸡 落汤鸡我们怎么拼啊 落汤鸡 小朋友 我常常遇到小朋友 有一些问题哦 在三拼的时候 好像觉得特别难 那我们就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吧 落有三个拼音 我们先把落遮起来 落遮起来 就会变成 乌鸡 卧 乌鸡 四声卧 卧手 乌鸡 卧都可以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了好了 就变成了卧 落 了我落 你就可以记得 有时候可以先用两拼 再加上最后一个三拼 这样子你再想起来拼音的时候 就会比较简单哦 好 我的故事讲到这边 到此结束了 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有趣 而且它可以发现数学的趣味 体会 分享的快乐哦 希望小朋友会喜欢这一本书 而且你们在跟哥哥弟弟或是姐姐们在分享食物的时候 也可以用得上哦 比如说吃一块饼干 你一半 我一半 好 记得要把这个书给记在脑袋里面哦 而且要活用在你的生活中 不可以用抢的 对不对 我们把它切一半 试试看哦 好 小朋友拜拜 希望你们会喜欢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